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再加入几块冰糖 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好了 我们现在就拿去锅里蒸吧 蒸的时候要注意 找个小碟子将往盖上 防止蒸的时候锅盖上的水滴进去 我们大火烧开后 改小火蒸10到15分钟 煮到水发白就可以了 蒸好后大蒜不用吃 只喝水就可以了 每天两到三次 一次小半碗就可以 喝完沥干借饮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这个效果会这么好 其实大蒜中还有一种叫流化饼锡的蜡素 对病原菌和寄生虫有很好的杀灭作用 可预防治疗感冒 减轻 发烧 咳嗽 喉痛 及鼻塞等感冒症状 冰糖又有化痰 止咳 论肺的作用 还有我们平时还可以用大蒜泡水喝来预防感冒哦 那么今天的妙招分享就到这里了 赶快把这个妙招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哦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生活小妙招 就请关注妙招姐吧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